回来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等你呢 你最近总是早出晚归的 是不是在外面遇到欣赏你的人了 是 这是好事 但你要把握个度 怎么把握 反倒真的对我 行不行 不行 其实有很多人跟我们是一样的 这就是婚姻 两个人在一块 老有激情 那就会累死的 两个人都已经这么熟悉了 一不小心摸到对方 就好像摸到自己一样 哪还有激情 所以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 是人们对婚姻的认识有问题 不成熟 你现在遇到的这个人 他能给你新鲜感 你就觉得他好 我们不好 错了 你跟他结婚过上几年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明天 而且还不如我们 因为我们一开始 就不革新 我们一起买了房子 有了儿子 制了这个家 制了这个家 我们挣的每一分钱 都给了儿子 给了这个家 而你们呢 一开始就是两家人 他有女儿 你有儿子 都想多得多赞 永远不均 有激情时 稀里糊涂就过了 激情没了 对方也就是外人 到那时 你就会后悔 所以 你要觉得跟他在一起更好 那你就去吧 感觉就像左手摸右手 可为何还是舍不得放手 总是想起以前